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你在家又有好多种不一样的变化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凤梨打开 等一下焗烤的时候我们要焗烤它的身体 但是这个头我觉得它是可以被留下来做装饰的 我特地挑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点的凤梨 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焗烤 我会加一些红糖上去 那这个凤梨就不要吃太甜的 好香喔 现在台湾凤梨快要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了 所以我们要干净来学会多做几样凤梨的料理 好 我们把这个一颗颗的地方剔除干净 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们要焗烤凤梨 那我要有个特别一点的做法 就是把凤梨当烤鸡一样烤 那你要整颗上也可以 或是我们先把它剖拌 这样呢两面就比较容易跟火源接触到 它会烤得比较香一点 这里呢准备了红糖 为什么要选择红糖 基本上因为红糖它的风味非常的好 它是精炼最少的一种糖 然后它保有最多甘蔗的香味还有矿物质 那我觉得焗烤的时候它会在凤梨的表面呢 变得很焦香 而且会比较粘稠 好我们就不要担心它有没有附着在这个凤梨上面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烤它的时候 凤梨上面会有很多的汁 然后留下来以后 还要去把这个汁再淋在凤梨上面 然后一直来回做这个动作 然后甜甜的凤梨 我们还要加一点辣椒片 这干的辣椒片可以跟甜的味道搭在一起 还有黑胡椒 增加更多的香气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香料进去 然后最后呢焗烤 我们要增加一些奶香 所以我们要很大气的放一大坨无盐奶油上去 所以等一下它融化了以后就会有很棒的奶油的香味喔 OK 我们烤箱已经预热180度 那一定记得要开旋风 它这样会烤的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进烤箱啰 30分钟 记得每10分钟我们就要把这个凤梨奶油汁再淋在凤梨上面 这样来回做三次 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焗烤凤梨最后的沾酱 那我要用一点椰奶 我们先把椰奶打发一下 打到像软性发泡那样子 好 现在椰奶打得很滑顺了 然后呢我要加一些让你有度假风的一个材料 就是Rum 我现在使用的是白色的Rum 那这个酱呢我们等一下沾上我们热腾腾的凤梨 你应该真的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海滨度假一样 很血液的 好 这样拌一下 好 我们就等一下来加在凤梨上面 好 再来点第二次 好 再来点第二次 好 再一些些 时间到 好 好 超香的 它闻起来就很像烤面包烤蛋糕的味道 好 那个红糖的焦香味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菠萝包呢 好 我们现在我要把它切开 切成块状 你看它的汁 现在变得有点柔软 但又不会太烂的柔软 然后我们现在就像切肉一样把它切开 哦 有没有看到 热腾腾 很juicy 我相信这是你今天下吃过最棒的热甜点 我们刚刚留下这个凤梨的头顶 我们就斜斜的放在盘子上 然后呢 凤梨 热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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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最后千万不要忘了把这个红糖奶油酱这个精华给淋上去 超甜蜜的味道 还有刚刚的椰子莱姆酱 可以放一笔进来 焗烤鳳梨佐萊姆奶油醬完成咯 這看起來超juicy的 沾一點紅糖奶油醬 嗯 嗯 外表一點點紅糖的焦香 奶油的味道已經被這個鳳梨給吸了進去 所以我吃到了很清甜的鳳梨汁 加奶油還有紅糖那種甜蜜蜜的滋味 而且還有一點點爽脆感 我覺得太好吃了 所以你學會了嗎 如果你喜歡料理或是擺盤美學 記得一定要訂閱Joanna醬阿捏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